要哦 排球場上同時發出兩顆球 這是信義鄉特有的雙排球運動 在長青族群中特別盛行 規則也都是由部落自己發展的 兩隊各六男六女 所有參加的長輩都可以接觸到球 相當的有趣 我們雙排球打法在全台灣裡面 唯獨我們信義鄉 自己把它創造出來的 所以我們在信義鄉的雙排球是很盛行的 雙排球的原因就是 它比賽中跟一般的排球不一樣 它是用兩顆球在三級中進行比賽 所有的規則呢 都是我們自己把它做出來 然後訂出來以後 每年的相運也好 還有迎春飛也好 我們雙排球都有進行比賽 議員史清水指出 雙排球運動在部落裡面流行已久 鄉親民眾經常利用空閒時間 舉辦友誼賽 這個俱樂裡面呢 有一種很特殊的這個活動呢 就是雙排球比賽 他們都是利用星期日下午做一些 猶豫賽 這些人呢 參與呢 都是以中年人以上呢 他們最喜歡熱愛這個活動 而且它規定年齡 要在男生50歲 女生40歲以上 參加這種雙排球的比賽 那麼它的規則是很特別 只有幾位裁判是我們訓練出來的 才能執行這個任務 雙排球比賽 專屬於長青族群 男生需滿50歲以上 女生則需滿40歲以上 在信義鄉十分盛行 議員史清水也期盼相關單位來協助推廣 這兩個球呢 兩個打出去 一個球在東一個球在西呢 很有氣味性啊 所以我想希望我們 我們有關的政府方面 或是熱愛體育的人士呢 能夠前往了解或是看一看 是不是讓這個活動呢 能夠再擴大做一個正式比賽 雙排球的比賽規則 每一場以11分為計 一樣只要球落地 就是對方隊伍得分 歡迎熱愛排球運動的民眾 可以利用時間試玩看看 相信一定相當有趣 民意新聞洪家燕信義採訪報導